而在马六甲一名狼妇 八年来竟然将两名未成年的亲生女儿 当成性奴抢奸 还威胁要杀害 试图揭发恶行的妻子 被判监禁428年 并鞭持240下 另外沙巴州一名橡胶局官员 涉嫌向承包商所汇超过2万令吉 在贪污罪名下被控 还有另一名来自马六甲公立大学的设施主管 则是收取了承包商赠送的17万令吉轿车 被反弹会扣留调查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沙巴跟地咬橡胶小原主发展局 一名原产官员 涉嫌在两年前六度向一名承包商 索取2万2300令吉的贿赂 以协助对方尽快获得工程款项 而在上个星期被捕 并在今天被控上亚币反弹会特别法庭 33岁的被告在那 在法官阿布巴卡宣读控状后 否认所有罪名 或准以2万令吉保释金 外加两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不过法官预令被告 必须每两个月向反弹会报到 同时没收他的护照 镜头转向马六甲州 同样是贪污案 不过身为一所公立大学设施主管的嫌犯 接受的贿赂却是一辆价值174500令吉的本天雅阁轿车 根据反弹会调查 年约50岁的嫌犯是在雪州巴生 收下承包商送的轿车 代价是协助对方获取大学 一项总值165万令吉的工程招标 嫌犯昨天到反弹会路供被逮捕后 尽早被押往埃及勒推市庭申请严扣 推市马之纳随后批准严扣嫌犯7天驻查 反弹会目前援引2009年反弹会法令 第17支A贪污条文调查本案 一旦罪从 嫌犯将面对最高监禁20年 以及罚款1万令吉 或不少过贿金5倍的刑罚 同样是在贾州发生的 还包括一宗令人发指的乱伦强奸案 约有5名子女的56岁朗父 竟然连续8年多次强奸 姬姬和非礼 两名未成年的女儿 还威胁妻子如果揭发丑事 就会将她杀害 然而朗父的罪行只包不住火 她在日前落网后 今天被押送爱迪勒推市庭 面对多达28项性侵控罪 根据控状 在投资公司任职主管的被告 从两名女儿12岁开始 就将她们当成性奴 多次在家中监污女儿 同时恐吓妻子禁声 被告的行为分别抵触 刑事法典第376强奸条文 第377基奸条文 以及2017年性侵法令 第14之A的非礼条文 还有刑事法典第506的 刑事恐吓条文 没有聘请律师的被告 在聆听多项控状后 扶手认罪 考量到案情严重 法官纳里曼援引重刑 判处被告监禁428年 并辨迟240下 无论如何 由于所有刑罚同期执行 因此被告只需坐牢45年 承受24下辨刑 小时睡眠时 read 靠岁线下辨刑 250下辨刑 明灾被告刑吗